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没有被联邦最高法院所采认 不好意思 欢迎我打断一下时间先暂停 为了避免最后你没有回答到的问题 所以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的问题是说 499号解释有没有可能适用到本案来 我提出具体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们认为499号解释没有适用在本案的话 那么499号解释所揭示的责任政治原则 在法律案 立法院的法律案的审议过程里面 要如何得到贯彻 各位选区的选民要如何能够对各位救责 那我听了半天你好像还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只剩2分半 所以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先回答我 谢谢 在立法院整个混乱的议事程序当中 我们还尽量维持在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 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 透过直播的方式 每一个人手举得高高的 让全体的选民看到 不好意思 我再打断你 你的意思我听懂了 你认为说用公开直播可以取代议事录 那么现在你的意思是说用公开直播来取代议事录 那显然宪法法庭还得别事调查 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剥夺掉了 他们少数立委申请事件的权利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你还没有回答到 麻烦回答 其实我刚已经回答了由大法官的问题 虽然可能你觉得不满意 但我的确回答你的问题 我说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不就是认为他们是少数反对的立法委员吗 否则的话军庭 军院 怎么会受理这一个法规范 宪法审查的申请 但是你们主张 但是不好意思 你们主张不应该受理 我们看到他们唇枪舌剑 到底是黄国昌鸡同鸭奖 答非所问 还是大法官 已经有了新政预设立场 那么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 吵的就是二三读 到底这样举手投票呢 有没有违背责任政治 这个举手投票会看不清楚 或搞不清楚到底谁投赞成 谁投反对 这是不是违背了透明公开原则 来 上一副 公开透明原则看直播 这个黄国昌的答案 不是 你看他们昨天两个这样吵 大法官跟黄国昌这样吵 有得力吗 不是 当里面大法官在言词辩论里面 有一个程序是大法官询问嘛 所以他是可以问 询问各方嘛 所以大法官提问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就是说大法官的问题很明确 大法官的问题是很明确 所以你意思是因为黄国昌 499是针对国大修宪公开透明 二三图不应该用吴敬明表决 这一个视线案来问了黄国昌 所谓的责任政治问题嘛 那499里面也特别谈到责任政治 这几个字公开透明责任政治的问题嘛 所以拿来问黄国昌 那当然黄国昌是可能 黄国昌说我有回答啊 没有 他一直在说准宪法是 可能是之前有四个学者 是各机关推荐的咨询 咨询代表 里面其中有一位学者 特别谈到了说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涉及到五权 那个各机关的权力架构里面 是属于准宪法 可能是从这里而来 黄国昌才会一直在原用准宪法 这个概念在谈这个事情 当然基本上你用准宪法 他一直在跟你说美国准宪法没有被接受 但是尤博翔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当然不是啊 不是啊 他问的是499号 什么是499呢 但是你看尤博翔有说时间暂停 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 尤博翔特别把时间暂停 去问这一个 再重复问这一个问题 就等于说他在问问题 重复打断的时候 其实是并没有影响黄国昌的讲话时间 我们还是让律师解释一下好了 到底499是什么 我们得让观众朋友搞清楚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然后我们都会再来谈 到底双方这样的唇枪舌箭 有没有道理 在宪法法庭这样的唇枪舌箭 是不是可以的 来律师先来讲499 我先讲一下 因为大法官就是针对释宪 针对宪法的问题 所以他讲到一个叫责任政治 就是你立法委员 你投票赞成跟否决 我要记录你是谁 叫记名 然后你要负责叫责任政治 那499号就涉及到修宪的时候 那过去在位子上 对 按个按钮就 按那个按钮的时候 非常清楚知道 刘伟廷你是赞成 商议夫是不赞成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当举手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国会改革 那时候举手乱轰轰的 连记票都不见得记得转 更何况是 到底谁举赞成票 谁举反对票 有的时候在现场也是非常凌乱 对 那问题来了 黄国昌说 没有啊 很透明公开啊 我没有直播 直播都看不到 但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你为什么有这么简单 按个按钮就可以 原本立法院就有的系统 你不用 要用直播来取代这个 因为他们都跑到主席台上去了 那我们表决不能是这样表决 但是我想回过头来就是 重点就是大法官在问的问题 就是499号就告诉我们 你用透过记名投票可以确认你 投赞成跟反对 你来负责任精神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包括像立法院行事法 他们去做这些修法的动作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按按钮 在二读三读的时候 你就直接举手表决 让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你是投赞成还是反对 那也还回来扣 最后邮博翔大法官问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重点是 有反对的人 他们可能会来申请示线 那你现在我不知道到底谁反对 或者你说你反对 你真的有反对吗 你还要举证 那为什么不回到原本 你立法院就有了系统 按个按钮 我就知道你赞成反对 你就不用来乱 所以这个部分会让我们 我自己法律人当然会觉得 刻意要去回避 舍本出没 对 刻意回避 原本有的记名投票 那等同于就是 我希望不要让老百姓知道 到底谁投嘛 才会改成这个方法 邮大法官的问题呢 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们用举手也可以的 那事实上举手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谁赞成谁反对 所以违背了透明公开 跟记名投票的责任政治的原则 只是他第一个问题嘛 所以他问黄国昌说 这个499明明就这样规定 你们为什么认为可以用举手来代替 第二个问题是 那如果搞不清楚谁赞成谁反对 那么少数反对的人 或没有被记录在议事录上 这些人 如果他去申请失线 他怎么证明说 我当初就是反对呀 所以我现在申请失线 在举证上也有困难 他其实就问了这两个问题 那黄国昌是不是真的鸡同鸭架 也还好 黄国昌是一种迂回战术 因为法律工法 迂回战术 在宪法法庭搞什么迂回战术 我们就实事求是就事论是 以无法斗直求对决 我们看说 现在第一个程序就是他讲说 四九九号 那个视线文里面 他是国民大会里面 他说修宪程序必须要以记名方式表决 他是说修宪方式 所以今天黄国昌抓到这一点 现在不叫做修宪方式 现在是国会改革修法 这不叫修宪 对不对 黄国昌是不是第一个迂回 他就把他转过去 黄国昌一直说主词不一样 对他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他讲说他不用这个 而且他第二个你讲说 责任政治里面不是要记名吗 如果不记名的话 可是说只要他又回去 黄国昌也有回答 黄国昌意思说直播就等于记名了 对 除此之外他还有回去 他再告诉你说 立愿的那个议事规则里面 表决方式有五点 他里面表决方式 第一个口头表决 第二个举手表决 第三个才是表决器跟投名 跟投票跟点名 对不对 里面第三项 第二项就表示举手表决 意思规则是可以举手表决 你不能说举手表决 就是不记名 因为他说 对黄国昌的逻辑 对 他说现场显而易见 我现在没有办法进行 那个记名记投票 表决记投票 所以我就叫做用举手表决 因为意思规则里面 是这样规定 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我就是这样做 所以黄国昌也是拿意识规则 所以说你如果这一次要修宪 你如果没有让我过的话 那你这次整个连意识规则 连意识规则是不是都要改 全面都要修改 那个佛化石有意见 有点躁动 你讲一句最白了 当时举手表决 是因为现场混乱 为了要维护主席台 所以不下来的 是举手表决 他说只看直播 其实我们在立法院这么多年 你知道一法院一场二楼的记者席 底下直播是看不到的 所以直播不能看到全面 是第一点 直播有死角 对 第一片还蛮大片的 反正直播有A注就对了 有A注 有A注 第二个 公报是具有法律效率 議事录确定以后是勘载在公报 跟录影不具法律效率有差别 请黄后川搞清楚 第三个 如果你们认为说 国民党说 哎呀因为我们不能跑回去 我们跑回去的时候 投票 換民进党公主席台 民进党放弃一次 所以我们只好被迫用举手 可以用唱名表决 电名表决 你站在原位就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也不一定要回去 所谓唱名表决 苗博雅委员 反对 反对 陈冬豪委员 正常 他是可以用这样的 你站在哪里不重要 韩国瑜会被架走 不重要 不是 不重要 他还是可以站在主席 唱名表决 你站在主席 反正都没关系 所以 不是举手表决 你真的不离开那个位置上面 你要负责任的话 是可以用唱名表决 那这样听起来也不能怪大法官三度打断 当然 因为你就打非所谓 我问你都你回答西 而且迂回战术 对不对 那么迂回 韩国昌不熟悉 他不熟悉 他忘记有唱名表决 那个时候就乱 你如果把油耗放在韩国瑜旁边 用唱名表决 民进党谁有办法撞油耗 撞给我看看 那男投死感当 对 那油耗这样 这样 赞成 很对嘛 一样就是程序可以完备 这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油耗站到我旁边 有两个 我超过两个 我这么宽大 高度他有没有比你高 那天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没有量高度 但是宽度 他绝对在我两个以上 不怒而畏了丢 你知道油耗扭个屁股 上衣服就被弹出去 对 衣服输 好啦 所以 其实你在看这个过程来讲 国民党跟台湾民众 比较想要用政治解决 这并不打算在新法法庭 就法论法 因为你知道 这些大法官其实 其实准备太多东西 你知道吗 会让 不管是黄国昌 或者是翁晓琳 或者是吴忠燮 吴忠燮 他们当过检察官的 都会来不及 你知道吗 因为里面有一题 印象深刻 哪一题 昨天很精彩 朱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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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台积电 如果在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题太精彩了 毫无名来看 现场 针对台积电的工房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立法院 日后因为相关的议案 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 护国神山科技业 来调取资料文件 相关的公司 以涉及营业秘密为由 这也是受宪法保障的 财产权 来拒绝 会不会被立法院处罚 朱大法官其实是假设了 一个立法院 有一个委员会 非常奇怪的 要去对TSMC进行相关的调查 那如果也真的进行了调查 那TSMC当然我想 他一定会拒绝提出涉及营业秘密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被处罚吗 其实是不会的 那他必须要经过立法院院会的决议 那这个时候立法院的多数 当然会去权衡 不管是朱大法官刚刚提到的 个人的隐私 或者是营业的企业的 他的营业秘密等等的事项 都会在是不是要做裁罚的时候去做裁量 如果立法院居然不顾个人的隐私 或也不顾通保法相关的规定 然后去调取相关的资料 而且对于拒绝的人 就决定要裁罚的话 这个时候首先会面临的是 法院知不支持这样的裁罚 我想如果是像朱大法官提到这么极端的案件 应该也到不了宪法法庭 因为直接会被行政法院撤销这个裁罚 好我们看到叶绿的口才是蛮好的 人也长得蛮帅的 我对于他用奇怪对台积电进行调查 他说如果有一天立法院很奇怪的对台积电进行调查 我觉得这件事不奇怪 因为任何企业都有可能被调查 不因为他是台积电就一定会有免调查金牌 但是他这个假设提问当然是可以拿来被讨论 不是而且事实上有接近的案例 洪梦凯曾经要调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有关有关股派的董事 有没有他那个为了这个事情 洪梦凯后来卡出来澄清嘛 因为你不能随便碰台积电嘛 会影响股票嘛 别说洪梦凯想调查台积电 对 美国商务部也曾经想调查台积电 可是我这么想说 为什么想说国民党或者台湾民众党这边 准备是用政治解决 像吴宗宪本身 因为立法院代表人有吴宗宪 他本身是检察官 刚才的大法官朱富美也是检察官 两个都检察官 你在看叶庆元回答的时候 是直接用台积电这个做举例 他其实重点是说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立法院你所定的这个法律 你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怎么办嘛 其实你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嘛 对 朱美其实不是只有讲台积电 他举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美国 美国那时候会不会国会骚动吗 骚动之后 后来美国国会行使国会调查权 调查的范围 包括国会周边 合法跟非法聚集民众 的手机资讯 大家知道谁哪 是在那个 那个机会嘛 因为那个事情搞到川普 当时后来都被 都被法办嘛 那 那 为什么说这次 他不是用政治解决 因为朱美提出了 四字六三一号解释案 六三一是在陈水扁 当总统之后 最后一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做出来的 那个解释案 简单讲一句 一个重点 监听票 以前 检察官就可以核发 六三一确定一件事情 监听票 就是你要监听电话 要法院 要法官才能发 好 那你回过来看调查权的时候 那 如果 立法院的调查权行使 可以接触到 比如说 电话公司 通信资料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六三一 相撞 有冲突啊 相撞 那营业秘密的部分 会不会相撞 好 那为什么讲说 艾青人他们并 没有准备要回答这一题 因为他们 他没有想到朱富美 可以跟你问六三一 所以他只好迂回 你知道吗 又迂回了 对 所以说类似迂回的案 的例子 其实他在这个 这个相反法庭 这个延时辩论的过程 还蛮多的 嗯 他们其实这些 因为十五个大法官每个都做准备嘛 每个都发言了嘛 嗯 我说实在 如果立法院在 立那个立委职员行使法的 过程中 事先做好很多准备跟功课的话 他今天在面对大法官提提问的时候 那个回答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补充一下 好来 现在立法院 他说他有调查权嘛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就是 因为大法官问的问题很好啊 对 类似像美国国会的这种情况 或者像台积电这种情况 当你要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们可不可以say no 当他们say no之后 你会不会对他们开罚单 这是非常具体 而且跟老百姓息相关啊 对 但是大法官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天你立法院职权权 这些调查权规定就不明确 你就规定没有很清楚 到底你什么可以调 什么不能调 好你现在国民党团回答说 没关系 最后会给法院审查 法院依照什么审查 依法律审查 你立法者 就已经立一个不清楚法律 我司法者我怎么审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鸡身蛋诞生期的问题 你如果立法者 今天大法官为什么问这问题 就是因为你立法者立不清楚 到最后到司法者 他无法判断 结果最后你又要回到视线了 一定会到视线 所以大法官现在就问你 你可不可以把它写清楚 你既然这么不清楚 到最后绕完一轮 还是要我来认定 到底有没有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不清楚 我可能让他认为危险 因为就是这样子而已 葉棋元答复里面 出现一个漏洞 你知道吗 他说行政法院就驳回 那换言之 立法院是罚了 所以我才上诉到行政法院驳回 立法院没有罚 如果立法院没罚 怎么会有行政法院驳回 也就是说行政法院是一个救济 对 那你今天看的罚 但我再去救济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这就是扰民 就是罚了 那我回来谈 昨天的宪法法庭 确实非常精彩 还有一个讲不清楚的攻防 叫反质询 那最后我们想要 也请大家 跟着再试想一个案例情况 就是说假设今天 这个前天 这个奥运得到金牌 林洋得到金牌 大家都非常开心 这难得是 台湾人可以整体 就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 共同为一件事情加油 实在是令人很感动 如果有一个部会首长 他就 也因为太感动了 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脸书写说 这个恭喜林洋 台湾之光 不过同时 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写说 恭喜林洋 中国人的荣耀 好 结果这个部长 就被请到立院去做质询 立委就问他说 诶 请问部长 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部长 还是中国的部长 你认为林洋之光 到底是台湾之光 还是中国人的荣耀 这个时候 如果部长就这样子回答他说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布兰是什么人 好 请问 布兰是什么人 这句话 是不是反质询 如果是 难道国族自我认同议题 不能被尊重 被讨论吗 如果这不是反质询 那又什么会是反质询 我们其实很想请教委员 这种回应方式 如果搬到立法院质询台上 会不会被禁止人处罚 不然是什么 是不是反质询 不然是什么 是不是反质询 很简单啦 如果这个人是行政院的官员 对面是黄国昌的话 就是反质询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大法官 然后是黄国昌奖 不然是什么 那就不是反质询 懂吗 这是一个因人设事 你就是说 第一很模糊 我跟你讲啦 立法院定这个东西 就是只是要去修理行政官员而已 昨天我举个例子 昨天在这个大法官 问这些相关问题的时候 出现一个很经典的金句 就是游柏翔大法官说 你刚刚这个 为了节省时间 刚刚怕你的问题没答到 所以我再问一次 再问黄国昌 那黄国昌直接一句帅话金句 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你的问题 只是你不满意我的答案 其实我已经回答了 好啦 那我就问 如果说今天 河井是在立法院 对 黄国昌咨询 官员说 国昌委员 其实我刚刚已经回答你的问题 是你不满意我的答案 那这样算是藐视国会 藐视国会 藐视国会 我告诉你 按照现在的立法院 自己修订的条文 他们就送院会 你这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送到院会 表决可以罚20万 可是他们自己 在宪法法庭上 被大法官问的时候 他们就是可以这个态度 所以我今天 为什么如此引人非议 这个法案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完全是给予立法委员 最大的优待 然后给予行政官员 以及其他寺院 包括总统 都降了一级 包括赖清德去到国会 还要被他们依序及时问答的时候 赖清德可不可以讲说 其实你们问的问题 我刚刚都已经讲过 是你们不满意我讲的内容 他们会不会跳出来说 你藐视国会嘛 好 但是我们看到 可问题是怎么过上自己这个态度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场呢 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论述 对大法官 他们说 台北市议会行之多年了 二十几年前就有反质询 禁止反质询的规定 那不是只有咱们台湾 其实国外包括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仍然有禁止反质询的规定 想到我们台湾不行 大法官也不是说禁止你反质询 要处罚 可是你得明确的 有完整的详细的去做说明 否则的话就变成 大家就寒残效应了 那我来问一下 因为既然谈到台北市议会 就问一下钟小平 因为刚刚上一副说 你都没讲话 我一定要cue你 指定我cue你 所以台北市议会 有禁止反质询的规定吗 那过去有开过法吗 没有 没有开过法 我古说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罚者怎么开罚 完全没罚者 知识条例没有罚者 好不容易跟你讲话 又被人家抢走了 完全没罚者怎么开罚 那Chash有这样的规定吗 有 但是大家看 台北市议会 有没有官员思想要反质询 有啊 我问柯文哲问题 柯文哲说 愚人的问题自责无法回答 然后呢 有规定没有执行 简书培问柯文哲 大巨蛋的录音档 柯文哲不是当下鄧兜阿说 你录音档哪里来的 台北市议会是这样跟你监听的吗 这是不是反质询 但是我们议员有没有拿着 那个规则哭喊说 哎呀 你怎么反质询 我要罚你20万 没有嘛 所以台北市议会有这个规定 但没有罚者 不能有罚者 因为这个定义那么模糊 是要怎么罚啊 这是一个讯事规定 就是说 我们认为最好是这样 道德宣誓 对 道德宣誓规定 但你加上罚者的话 你要讲清楚什么时候罚耶 不然到时候 对不对 往后去追溯化 柯文哲 他有这么多钱可以被罚吗 应该是说这个议事程序 我可能可以制止官员 你不能反质询 因为有我们这样的规定 可是没有后续再针对你去做处罚 因为在后续针对处罚 等同于叫这些官员都不要讲话了 等于这个议事 没有办法是一个公平 我觉得不是这样 这律师很偏绿 我跟你讲 国家的灾难 第一个灾难 这样弄下去 蓝白都垮了 掉了十几% 第二 吴钊燮直询的嘴脸 舒适上的嘴脸 高端的弊案 几百万机都销毁掉 今天这个案子 绿战的上风 大马官赢了 可是之后如何建督 如何制衡 秦政权大到跟天一样 立法权像小媳妇 这样对国家好吗 我真的说声的 你说立法委员像小媳妇 真的看不太出来 不是 今天立法权 秦政权 你们看到的电视这样 后面回去他做他的部长 大到跟天一样 所以他回家都是抱着棉被哭就对了 不是 今天我跟你讲 当然 立法委员哪一个像小媳妇 不不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这个是立法院相传甚久的一句话 什么话 这些部长 立院一条虫 然后回到部会 一条龙 一条龙 先搞清楚 他讲是 你现在讲是部长 中海平是说委员 像小媳妇一样 我说我真没看过咱们的立委 像小媳妇 不过既然谈到了柯文哲 我们来谈谈 柯文哲的摇钱术是木科公关吗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关公司 主席想问一下 因为外界就质疑 明明就是选举的经费 已经发下来了 却一直募款 然后现在小草似乎好像 小草的感觉 好来讲一下木科公关 昨天是柯文哲的生日 但是我要把这个生日礼物 是要送给周小平的 为什么 因为我很担心他会去滚丁床 所以这个案子你一定要去检举 这个柯文哲 因为这个案子上诉的机率高 你说木科叫我去告是不是 对 检举他了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民众党说我幻想 我确实 对他说这是你的幻想文 对幻想 对如果什么叫幻想 我幻想说我住在三楼 然后我二楼 我尿个尿 我二楼就可以赚到钱 这才叫做幻想嘛 可是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 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 那个时候柯文哲的办公室 柯文哲自己的办公室 跟现在的党部一样在三楼 木科公关公室在几楼 在二楼耶 完全实现了我刚刚的幻想 不是吗 重点来了 你看这个木科公关公司 多么容易 他赚的是什么钱 授权 授权 授权两个字 就可以赚一千三百万嘛 你来看 第一个 好来来 他有一托拉股的收入来自于 授权授权 授权授权 授权 授权什么呢 授权做小物 对不对 做竞选物品 授权什么呢 授权商品的使用 那包括 我也不知道这个授权竞是什么 阿妹讲很清楚了 对 但是很多都是竞选物品的授权 没有不是不是 不是竞选物品的授权 不是 你知道授权什么吗 授权什么 我跟你讲 因为我看到上面是写制作竞选物品 譬如说 我要帮这个活化石 他终于年纪差不多了 你话好好讲 OK 活化石也有说是你吗 比如说他要选总统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 叫做活化石文创有限公司 对不对 然后我把我的肖像 给我 肖像权 我手上就有上一部的肖像权 他的竞选总部 我要印我的肖像 我要给他授权金 麻烦你把我的肖像借我用不下 我这样子 搞不清楚对不对 你给他授权 然后等到你自己要用的时候 我的肖像权 授权放在他那边 你给他授权了 你的肖像权已经给他授权了 等到有一天你自己要用的时候 还要付钱给他 对啊 权利金 我要付权利金给他 把我的影像拿来做东西 柯文哲有做你的公才 应该没有吧 重点来了 你知道这在正常的公司 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我跟你讲 这在正常的公司 这叫什么 关系人交易 这是违法的 为什么 奇怪 我公司为什么 第一个 我公司绝对跟柯文哲有关系 不然我这个私人公司 怎么会有柯文哲的授权呢 所以 刚刚这个没有写清楚的授权 今天很可能是肖像授权 对不对 对 因为昨天他们解释说 柯文哲的肖像 对 那是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自己说肖像在柯文哲公司 你看 真正做出实在的产品 一批商品 200多万500多万 你授权就1300万 你会不会让人家怀疑啊 买空卖空1300万 好 那我们把这个关系讲清 我先问 柯文哲的公司 柯文哲的公司 柯文哲在表面上 绝对不是柯文哲的公司 但我应该讲 关系人交易什么意思呢 柯文哲的董事长 叫李文忠嘛 李文忠就是他的高中同学 不只是高中同学 还是他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 又是之前的这个台北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就算不是 第一心腹 第一心腹 第一心腹好不好 也就是说在表面上不是柯文哲的公司 但至少也是柯文哲的公司 这样对了吧 对 而且这间公司 还拥有柯文哲私人的授权 这家公司还是2022年10月成立的 换言之 就是柯文哲快要卸任前才成立的公司 刚好是卸任前一个多月 对 一个月底的公司 总之呢 跟柯文哲可能切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在明面上不是柯文哲的公司 那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木科写快一点 写快一点就变成柯公关公司 对 我知道了 黏在一起跟分开一点点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那么柯文哲把他自己的肖像授权给木科 然后等他自己要用的时候 再付钱给木科 那要问 关键就来了 他付钱给木科的钱 是哪来的钱吗 这才是关键呢 他就是政治现金 如果是他老婆当医生 他跟人家呢 从医院赚回来的钱 口袋里自己家里的钱 没问题啦 没问题嘛 所以现在他是拿什么钱给木科 他就是政治现金嘛 所以他说 这是小草的便当钱 你跑财经嘛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把我的肖像授权给他的时候 我要不要跟他授权利金 要 然后呢 后面 对不起 借我用一下 我还要再付你钱 付钱给他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所以这是在洗金流吗 我没这么讲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看起来就像这个钱洗来洗去 没有 我讲还有一个重点 我不只拥有柯文哲的肖像授权 我还卖柯文哲有关的周边商品 这是我刚刚讲的小物嘛 所以这里可以牵涉到两笔钱 一笔钱叫做肖像的钱 一笔是小物的钱 那我再问你一下 木科公司呢 卖了这一些柯文哲肖像的东西 赚了钱以后 赚了钱以后 要不要分红给你 我用你的正常要 要啊 又赚一笔 当然要 好 又赚一笔 然后万一呢 万一竞选总部 又想把这些小物拿来贩卖 又得付钱给木科 买这些小物来在摊放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小物好可爱 我们来跟木科买一些来卖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非常严重的是 我帮你问李文中 我认为司法一定要给大家一个答案 不然所有政治人物这样搞就好了 对啊 这样好像听起来 柯文哲觉得合法 但是我告诉你 全台湾的政治人物 在大选的时候这样做 可以吗 我觉得就这一个答案 我觉得现在最可怜是你的小草 你在小草 缺冬内都 便当机关后衣 结果他们钱这样流来流去 洗来洗去 另外还有一间公司很特别 这间公司是之前 林延峰议员踢爆的 所以跟黄三三很好 那这间公司的负责跟黄三三 蛮好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间尼奥公安公司 我觉得支出也很特别啊 我跟你讲 你只要去看什么 开票活动执行费 你看有几笔 开票活动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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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耶 重点你开票不就开一次 你开三次还是假老二啊 你开三次 所以你光他开票活动执行费 你看第一次556万 第二次546万 第三次263万 这间公安公司 收益都在做开票 你为什么开票要收那么多次钱啊 全台22县市 每个县市都要开票 难道侯友宜 你讲这个什么 你讲这个什么 没有那开票要分啊 立委开票一次 不分区开票一次 总统开票一次 三字妹 我八解字妹 但是人家这个迷目 写得很清楚叫做 113年的总统副总统开票 真的喔 写这么明显 那如果是113年的总统副总统开票 没有写到像你说的那些迷目 那怎么收那么多次钱呢 我没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周小平要不要去滚钉床 拜托你这个 赶快检举一下 好 这个真的处理不要 为什么 我不是幻想 这些所有都是监察院的事 你跟我一起去 周小平我为了怕 网友说你是通告小偷 我再给你这一回 好好讲一下 来 默克公关 默克就是金流 你不要再讲两句 又被苗波亚抢走 不会不会 你刚刚没有罚者 所以没什么好讲 我说我们的自治条理 我再回来这个 好 默克 今天柯文哲很坏 黄珊珊也很坏 为什么 你那钱的两个来源 一个是小草的捐款 一个是政府给你一票 政党50块的 补助款 你可以这样子 钱弄过来 弄过去 然后动不动 300 200 300 500 搞掉几千万 怎么交代 这个叫公开透明 这个叫做很青年的政党 我觉得小草会失望的 当然你给我更多资料的话 跑了 跟我看 当然有资料的话 有资料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告 我看你Grace要一些资料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政治人物 我跟小萍都选举过 政治现金跟个人的口袋 绝不互同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他今天是拿个人口袋 他老婆上班赚的钱 来付给木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问一下他今天是拿的是小草 或者是企业 捐给他的木款的钱 这中间的美国 就是说 他透过这个木可行销公司 把政治现金跟这个木可的股东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有没有股份 所以我们先保留 把政治现金跟木可的股东的口袋 互通了 因为照理来说 政治现金 比如说我选举 然后我找小萍帮我做广告 那他帮我做完广告 我钱给他嘛 他钱不会再跑回我这边 是 因为这样就是洗回来 假设他是一个广告公司 找尚义夫帮我做宣传 好了 我钱给尚义夫 他不会再留回来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 这个营货两气 可是这个木可公关行销 他是一个财富的涌动机 因为他先创了一个所谓的 我把我自己的肖像 授权给这个公司 而且在他卸任前才设的公司 然后我用我的政治现金 去跟这个公司 买我自己的肖像回来用 然后再找这个公司 做我自己肖像做的商品之后 再找 这个我的支持者 不是政治现金给我 是跟这个公司 买了商品 前进到这个公司 最后怎么样 柯文哲经常批评 政治人物有基金会 他不是说什么 他自己也有 然后他绝不设基金会 后来他自己有 这个公司跟基金会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基金会叫做非盈利组织 非盈利组织 依法是禁止分配盈余的 就是你这个基金会 就算他结束的时候 不能分钱 他不能把钱分给所有统治 但是公司依法是可以分派盈余的 也就是这个木可公关行销 他如果从邦科文哲 做这些宣传 卖这些商品当中 有赚到任何钱 都是依法可以分给股东 这十部门 也可以分洪 那个是NGO不一样 也可以分洪给 那个授权肖像给他的人 而这些所谓的股东分洪 授权肖像 跟监察院的政治现金都不一样 因为政治现金 我们花到哪里去 每一笔都要记账 开在网路上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政治现金 透过这个木可行销 跑到变成私人的分洪 接下来他去做什么 我们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 透过公关行销公司 把政治现金的金库 开出一个洞 通到这个行销公司的 私人股东的金库的一个方式 所以难怪柯文哲的智商 是157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回来讲 也就是葛瑞斯所说的 左右两个口袋的概念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 你说一直讲 柯文哲智商157 可是你不会看这个丘楼很粗 对不对 人家那个洗钱 哪有这样的公司 明摆在那边 而且从头到尾 光这一页十九项 全部都是木可公关 对不对 你顶多加上 刚才那个什么 你要创意行销 说真的 那个明显 你知道这个 加起来多少钱吗 四千多万 四千多万 所以我就说 丘楼是不是太粗 而且你说你看 你看他这个很多东西 这边有个咖啡盒 中秋礼盒 就变成什么 鹿咖啡礼盒 接下来又咖啡 你看 你就创造不出新的明目出来 你这些钱就在那边留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明目看起来就是知道说 这些钱是在硬塞的 硬制作一些明目出来之后 硬制作明目把它消化掉 要把它消化掉 咖啡花了不少钱 对不对 我如果说 你问看看 这个很容易查 到时候你说有这么多咖啡礼盒 那谁拿到了 谁看到咖啡 对不对 你买这么多 开玩笑一百多万 对不对 不是只有一笔 咖啡喝三十九万 咖啡一百二十二万 上面那个什么 鹿咖啡礼盒 一百一十二万 鹿咖啡礼盒也一百一十二万 所以光这三笔加起来 就不得了 对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个喝咖啡要喝到兔 所以这个在查 到时候在查的时候 而且那个商品授权使用费 有没有 授权使用费 那你到底授了什么钱 那刚刚就谈嘛 很有可能是肖像权 或者是小物授权嘛 那肖像权一次就好啊 而且那个肖像权 一定有一个年限的啊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 不会啊 他可以说我的肖像授权 你做杯子 下一次你要做盘子 我要再另外授权 下次你做帽子 要再另外授权 那就可以收很多次钱啊 他合约怎么写那种 你如果要 你管 不是啊 同一间公司 我说我要穿 阿冠代言对不对 当然一般没有人这样 但是他要这样 他也没办法啊 他也可以这样啊 你跟我讲哪一点不合法 对啊 他也可以这样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手楼是不是太糟了 这到时候真的 你要解释的话 要查的话 很容易就查出来啦 这个不用再骗啦 就像刚才那什么 开票开了三次 对不对 一副歌都想要帮他圆皇 拗不过啦 拗不过 拗不过 对啊 所以柯卫哲政治生涯 真的有可能会GG吗 当然这有可能栽在金华城啦 当然啦你看啊 刚刚 这个案子很简单 简叔培有提报 就是简单讲 开天辟第七八十年来 从台湾光复以来台北市 从台湾光复讲到现在了 台湾光复 从台北市省辖市开始 现在院辖市首都嘛 没有一个案子 案子是台北市长自己啊 我说自己盖章出去 那个都省 对 清签 然后写奴妮这样出去 再来 柯文哲当了八年台北市长 只有金华这案 他亲自关心 亲自关心就是交代 这个案子我可以 我简单讲 就是送不到都省 这案子就没有这个容积嘛 就是560 不会免840 可能够送进都省 跟柯文哲交办有关 是 那F4就出现了 F1就是那个柯文哲市长 然后这个F2呢 F2就是彭震生嘛 主导的公务副市长 他议员呢 还有专家学者呢 四个联手双手吃生肉 好不好 几百亿容计就这样干掉 我简单讲 柯文哲他的八年市长 里面只关心一个案子 那但我问一个问题 那彭震生是 头有名 左有银子吗 就是说他到底 有没有他的名字 留下任何记录或改章呢 不是 彭震生 因为我看到现在所有的资讯显示 好像彭震生 就是一个过雪的角色 对 彭震生是当初在这个 柯文哲在跟议员便当会的时候 他指派彭震生当金华城 这案子的PM 对 这是柯文哲所讲的 头没名 抓没力了 最后一个柯文哲 因为我看到彭震生任何案子 都是交给柯文哲 我讲 我讲 不是 都是让柯文哲盖张 没有错 彭震生在便当会之后 柯文哲张下令 人下令 说这个东西要研究一下 是用都根条例 第二 柯文哲盖张 那个张盖下去 用都根28给他 彭震生才急转直下 开始进入流程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彭震生不敢盖这个 会坐牢啊 当然 这货危险好不好 彭震生一定心里知道 不能盖这个张嘛 会出死的嘛 好 另外我们也持续 等你来关心的是 那基隆的罢免案第二阶段 确定过关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送出去查询的案子 只有1441件 那之前外传要25000件 当时大家算算扣一扣 25000件有可能第二阶段 不会过 但如果1441 就算1441 通通被刷掉 一也过关了 换句话也就是说 10月份 真的有可能要投罢免票 那么礼仪廉恋怎么叫做 廉恋是 是 君主政治时代的产物 我都听不懂 那意思说我们现在 不是民主时代了 所以不要连结 不要死 别建设都不要紧 别建设的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觉得国民党非常矛盾 一方面又说 一方面又说 他们算过票了 罢免要过关 不容易 因为那个地方蓝大一律 然后从几次的选举 包括市场选举 立委选举 他们把那个票都算了 再加上投票率 他說不可能 贵 一方面又说不会过 另一方面 大咖都出容了 搞得好像 根本就像这个 总统选战级的 那个规格 你知道吗 上智马英九队 嚇到什么侯友宜 韩国瑜朱立伦 通通要去开奖 包括柯文哲 一定的啊 我认为你在看 你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谢国良自己讲 他有找梅里导 店主要帮他做民调 然后表面上看起来 私政满意度还比较好 不同意 又超过同意 大概10个百分点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说 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是你干嘛 要搞成这样呢 很简单嘛 因为一做私政满意度 别人自己做都很好 别人一做 他是倒数第一名 九月份还有天下 所以那个私政满意度 远见天下杂志的那种 天下的还没公布 就对了 好 然后你在看什么 他的一般的 一般的补助和执行率 中央的补助执行率 这个教育执行率 社福预算执行率 都很低 你知道基隆是一个老人城市 五个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 你这个最基本的你没有做到 再来一个 你知道我笑谢果粮 找吴子佳帮忙做民调 对不对 是 做出来一个结果 45岁以下 越年轻的越反对 越不满意 不用看这张 我跟你讲 45岁以下 越年轻的对谢果粮越不满意 记不记得送电动摩托车是几岁 是 就是45岁以下 所以为什么要柯文哲 柯文哲 看可不可以把那些小草拉住 否则小草会丢掉了 现在 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说 不会过 很难过 因为投票率很低 那个地方蓝大约绿 另外一个声音是说 如果联署 因为联署很难 又要搞身份证又要什么的 如果联署都可以冲到 这么高的数字 那投票就会过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半一半了 现在还很难料 一半一半 还早 因为你 不是 你联署是 包牌 你联署是 十分之一 投票是 四分之一 还有联署是每个人 都他自己亲签的吗 这再说 再说嘛 对嘛 好吧 投票是 四分之一 那 同一票要大于不同一票 接同一票 还是超过四分之一 七万六千 这个跟你联署来说 你看 那些联署的难度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联署 第二阶段的联署是六十天 投票头一天 而且后面 所以你一向之一事不容易过 我不是说不容易过 我说一半一半 因为你 好狡猾 对 是真的一半一半 我跟你讲 如果国民党认为 一定稳 那就会稳死 那时候会很惨 对 因为真的差距很小 你要搞一个 不同意罢免跟同意罢免 你要看一下的是 不同意罢免 会不会出来投票 不一定 投票率是关键 同意罢免里面 又分好几种 一种是我坚持会去投的 一种是我可能会去投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民调 来 调查的人口 还有加权 加权 来 这里头包挂 会不会去投票 这个才是关键 对 我同意罢免 但我一定会去投票的是 53.9% 可能会去投票是50% 但可能不会去21% 一定不会去2.2% 但我们来看不同意的人 不同意的说 我一定会去的是45% 可能会去的是39% 可能不会去的蛮高的 我虽然不同意 但是我可能不会去的 竟然高达52% 一定不会去的高达73% 所以也就是说 不同意罢免的人呢 所以我简单讲 罢免也是仇恨值 去罢同意票比较容易 就谢国梁说不同意 比较困难 所以民调赢10% 等于五登奖 同登同分 大概率是这样谈的 那我问你 会不会过 很难说 到时候就看投票率是多少 会不会过 不是你在问主持人 我要知道答案 我就坐在来宾的问题上 投票率越高 对谢国梁越不利 他叫你现在半倍 他叫我半倍 我直接再跟你讲 那个一定会去的占美丽岛的 样本数是多少 你知道吗 49.7 快一半 那个一定会去投票的 不是一定会去 不是同意罢免的票 还是有同意 不是同意 就一定不然是同意 或者不同意 不管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 加起来占他的总样本数 的49.7 这批人快 那是一般罢免投票率 不会那么高 对不对 或许的经验 可是这些人告诉你 他一定会去 这些一定会去的人 如果你只看一定会去的人的时候 是罢免赢 这同意大于不同意 所以谢国梁的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支持他的人 投票动力比较弱 对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事情你说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罢免本来就是仇恨动员嘛 所以才跟你讲说 这现在是胜负差什么 五十五十 对吗 你怎么可以说我投七 没有 这跟宝贝的比例 一样都五十八 数字算出来就是这样 因为同意罢免现在是四十八嘛 是 其中大概一半的人去投 所以大概百分 投出来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不同意罢免是五十八 但不到一半的人会去投 所以我刚算了一下 投出来不同意罢免是百分之二十二 没有 所以按照选罢法的门槛来讲的话 四分之一二十五 还没过二十五% 还没过二十五% 但是双方的差距非常非常接近 而且可能 那罢免一定会冲票 会不会过关 就在那个三五%啦 对 罢免一定会冲票 最后一定在一两%之间 一两%啊 那就很紧张了 好 这个时间可能落在九月中下旬 或十月初 对不对 有可能啊 但那时候的政治情势 整个大风向也不一定一样 因为包括前面我们谈的这些什么 国会法案啊 这些相关的视线的结果出来与否 其实都会牵动蓝绿的销长 所以谢果良 他现在在做了一件事很简单啦 他先吹升蓝票啦 他就是要先把 战斗蓝去帮他等到 战斗蓝 对他就是 因为你觉得罢免很奇怪 罢免不是要降低仇恨值吗 但他们现在打热战 为什么他都去找一些仇恨值 比较高的来挂看板 很简单啦 因为要先叫那百分之二十五的升蓝 无论如何不管台风地震 刮风下雨 要投票所还在 都要爬出来投票 这个是谢果良的第一个101啦 所以他为什么找洪秀柱 找马英九嘛 他就是要先去巩固那种 深蓝最爱 然后把他先凝聚起来 至少他保底百分之二十 先不丢 然后后面再慢慢看政治形势去爬说 看有没有可能撈到一些中间票出来 看有没有可能撈到一些中间票出来